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本集的日劇分享又跟大家介紹的是 改編自漫畫的話題日劇 重版出來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本劇改編自《松田奈敘子》的同名連載漫畫 2016年4月在TBS電視台首播 由黑木華主演 搭配小田竊讓板口見太郎松崇峰 安田賢、小日向文士、龍藤賢儀以及森賴聖九等人聯合演出 故事敘述女主角黑澤在大學時代是知名的柔道選手 卻因為傷勢而無緣奧運 因此提前進入社會就職 並進入週刊Vibes擔任編輯 個性直爽的黑澤常常將柔道的精神和名言掛在嘴邊 但有時候神經大條 不自覺地就會觸碰到別人的地雷 很希望能夠盡快獨當一面負責漫畫家的作品 甚至是自己發掘到極具潛力的新人 黑澤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負責的漫畫家 能夠達到重版出來的目標 於是他跟著前輩五百騎頭學習 兩人一開始就必須面對老牌漫畫家遭到批判的問題 甚至因為網路上的惡意攻擊 導致漫畫家決定封筆 究竟兩人要如何解決眼前緊急的危機呢 另一方面 業務部的小泉不敢於整天跑客戶 他原先的志向是進入情報雜誌擔任編輯 因此對於身為編輯的黑澤相當不順眼 也因為不積極的工作態度 甚至被書店店員暱稱為幽靈 但在一次和週刊Vibes的合作中 小泉逐漸被黑澤積極樂觀的態度所感染 他也透過拜訪客戶的過程 體會到身為業務的樂趣 至此也成為週刊Vibes不可或缺的夥伴 不過就在黑澤終於獨立擔任責任編輯時 他所負責的漫畫家以及親自挖掘的新人 卻都各自面臨到影響生涯 甚至週刊Vibes生存的大難題 重版出來全劇共10集 平均收射率8% 最高來到9.2% 目前台灣區可以透過KKTV線上收看 2022年也改編成韓劇今日的網慢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